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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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为什么我打出来的经文有些是用白色的字体 有些是用黄色的字体呢 就是因为圣经里面有些地方不容易明白 有些地方容易明白 那我想我们读过这段新闻的时候 容易明白的地方应该是蛮清楚的 意思是说白色的字写的是容易明白的地方 他说弟兄们 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剩 你们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它缓围过来 自己也要留意 免得也受引诱 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当当 这样就成全了 就会成全了基督的律法 这个是应该蛮清楚的 不需要很多的解释 在真道上受教的要把一些美好的东西 与施教的人吞响 这个也是应该相当清楚的 我们形上不可非心 因为若不非心呢 到了时候就要收成等等 这些是这三段的经文呢 应该是清楚的 所有用白色的字把它写出来 可是呢 中间的两段就不好解释了 这个我们先讲这个容易解释的 保罗吩咐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是相当明白清楚的 所以呢 基督徒应该常常以爱心来行善 这个是这段经文所讲的 那当然我们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要行善啊 这个什么叫行善啊 不是为什么行善 是什么叫行善 What is doing good 就是定义是什么啦 行善的定义是什么呢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读这些 比较清楚的经文的时候呢 容易发出来的问题 什么叫行善 定义在哪里 那么一般呢 我们解释一段经文的时候呢 我希望我们这个 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啊 就是呢 在经文的里面来 有习惯能够在这个经文 在这段经文的里面 来找这个答案啊 不要在别的经文上面来找这个答案 因为呢 在一段经文写这段经文的里面 圣灵教这个人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呢 一般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想法的 那所以呢 如果我们有问题呢 应该先在这一段 读的经文的里面 来找这个答案 好 那保罗呢 在这段经文的里面 提了五个例子 圣经呢 不是一个哲学的书 它不太讨论呢 什么定义叫行善 行善应该是从这个 行善的人的这个动机来定义呢 意思说你去做一件事情 无论这个结果是好还是坏 你这个动机是善的 那这个事就要行善 那有些人是这样定义啊 有些时候呢 是结果是善的 意思说你不管你的定义是 动机是什么 你方法是什么 总是做出来 结果是好的 这个就要善事了 那基本上我想 哲学上面有这两个想法啊 一个是从动机 一个是从结果 还有从别的这个地方 圣经呢 不是这个想法的 圣经呢 不是从这个哲学的问题里面来 找答案的 那保罗呢 在这里呢 并没有跟我们讨论什么 他的定义是什么 他提了五个例子 他提了五个例子 第一个 要挽回偶然被过犯所剩的人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节 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第三节 第六节 学生要把财务好的事 好的东西呢 跟这个老师来分享 第十节 一有机会要向众人行善 意思说你抓住机会来行善 然后呢 要特别要向基督徒行善 所以呢他举了五个例子 什么叫行善 那这个 是保罗的想法 所以呢 如果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你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 那基督徒要行善 什么叫行善啊 那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讨论 最少呢 我们先从这个经文本身里面 来找这个答案 那你找到的是五个例子 所以圣经呢 一般是case law 在法律上面叫case law 是从这个例子的里面 来定义一件事情的 不是从这个本质的里面 哲学的本质的里面 来定义一件事情 那这个呢 我想这个段经文 我们查过的时候呢 都应该是蛮清楚的了 好 问题在这里了 假如在中间有两段经文呢 是不容易解释的 因为这两段经文呢 跟上校文保罗讲的 要行善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呢 是好像没有关联的 那你的问题就是 那他为什么要写这两段经文 而且呢 他究竟是在独立的提出 新鲜的事情来吗 这两段经文是 好像在讨论别的事情啊 人若没有什么了不起 却以为自己了不起 这就是自欺了 那这个是他想要讲 什么叫自欺吗 还是继续在讲行善呢 这个就是解经的问题了 读经的时候呢 你要解识的问题了 个人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他是叫你省察自己的行为吗 还是继续在讨论行善呢 这个就是我们要考虑的 你所 他所夸口 他说呢 个人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这样啊 如果省察自己之后 他所夸口的就只在自己 而不在别人了 那又是什么意思了 这句是他在讲说呢 这个 行善的时候要 省察自己 那为什么又说呢 是夸口 只在自己 不在别人呢 更麻烦的是他还有一句的 因为 因为啊 他有个理由的 因为个人必须担当自己的担值 但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解识的问题了 这个解经不好解 中间 中间 还夹了另外一段 不要自欺 因为 神是轻慢不得的 因为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顺着肉体 撒种的 从肉体 收败坏 顺从圣灵 撒种的 从圣灵 收永生 那究竟他讲的是说呢 那我们呢 行善 那就是呢 这个 应该的 但是呢 为什么他要讲 神是轻慢不得的呢 他是在警告我们吗 他是呢 在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不行善 就会去轻慢神吗 那为什么又说呢 顺着肉体撒种的 从肉体受败坏 从圣灵撒种 就从圣灵收永生呢 这个是解经的问题啊 这个 是需要讨论的 所以今天呢 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呢 我先 讨论这个解经的问题 如何解释 夹在中间的经文啊 那这个原则应该是很清楚的啊 这个经文呢 需要跟这个整段圣经上校文来配合 不然的话呢 你说不是的 他只是突然想到这个事情 所以中间就 这个 提到别的事情了 那我们中国人讲到呢 是常常会这样的 你听一个人讲到 他根本 前后 中间 这个 没有连贯问题的 突然想到什么 他就讲别的事情啊 这个是很讨厌的事情啊 我在教会里面 我是段祺瑞时代的人 曹坤时代的人啊 你们是 韩国语时代的人 那所以呢 这个习近平时代的人 所以呢 大家这个想法不一样啊 那么我们这些这个 曹坤时代的人呢 这个 六十年 七十年在教会啊 我发现呢 在教会的里面啊 这个 华人教会的里面啊 我以前在香港啊 后来到过很多别的地方 哎呀 我觉得中文 中国人教会 讲到都一样的 都是 不是讲什么的喔 上下文完全没有的 好 那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这样啊 你又说我骂人了 以后就不要我讲到 那也是可以的事情了 不过anyway 原则呢 是要跟这个经文上下文呢 来配合的 所以呢 我们要学习解经啊 不要学习背经句 我知道我们教会 我们中国人的喜欢背经句啊 就是呢 一段经文找一段经句来背 那背经句是很好的事情 你不要说我反对背经 我没有反对背经句 问题就是呢 解经不能是靠背经句的 因为背经句呢 是没有上下文的 好 那所以我们学习要解经啊 为什么呢 因为解经呢 你是照圣经的流程啊 the flow 圣经的理论的流程 来解释这段经文 这个是最重要学习的 如果你是背经句的话呢 很好 但是呢 你就不是照圣经的流程 来解释这段经文了 所以学习解经呢 可以帮助你的思路 圣经化啊 这个是解经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你要解经 而不是单背经句呢 背经句可以叫圣经 思想思路圣经化吗 比较困难 解经呢 就可以帮助你的思路圣经化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解通这段经文的流程 是怎么样的 那你就慢慢学习你的思想也可以 这个思路也可以圣经化了 这个是我的意见 你说我不同意那没关系 我们来想一想这个事情 所以我认为解经是很重要的 六十年啊 从曹昆时代开始到现在 不止六十年了 一百多年了 这个华人教会讲道没有进步 查经没有进步 这个真是麻烦的事情啊 每次我去这个小组查经呢 这个不是解经的 就是每一节圣经呢 这个自己独立的来解释 那所以呢 这两段经文呢 这个需要解释的 因为呢 如果你解释了这两段经文之后 你的思想的流程呢 就可以圣经化了 你就可以慢慢训练你自己的圣经 这个思路呢 变成圣经化 我最近去参加一个 一个 犹太人小孩的一个Bad Mitzvah 是个女孩子啊 那么我第一次去参加这个 男孩子的Bad Mitzvah呢 是80年代 我在Pittsburgh的时候 好像我非常惊讶的 十三岁的小孩 犹太人的小孩 他的Bad Mitzvah 还是Bad Mitzvah 他要做什么呢 他要解释一段经文的 他要在众人的面前 在家人的面前 朋友的面前 亲戚朋友的面前 解释一段就业的经文 我才突然想通呢 为什么犹太人能够这个 这个这么的 这个40%的 挪贝尔奖是犹太人拿的 为什么他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成就 其中一个理由呢 就是因为他们的思路 十几岁的时候呢 就已经是 能够分析一段的经文的了 他不是从这个被经据的角度来分析的 他是从 经文的内容的里面来分析的 这个我觉得真是不简单 这个训练 十几岁的时候 他就需要学习怎么解释经文 我们中国人呢 六十年了 曹昆时代开始到现在 没有进步的查经 好 那么这两段经文 先讲这两段经文 最简单的解释呢 就是他想要讨论 为什么不容易行善 他叫我们要行善 举了五个例子 然后告诉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不容易行善呢 行善的拦阻在什么地方 其中的理由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呢 我们对自己没有了解的时候呢 行善就比较困难了 他就是想要讲这个事情 好 那然后呢 就是如何来推动我们自己去行善 这个是他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 所以法院教会呢 就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 他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讨论的就是 变成了什么叫重担 什么叫 为什么叫 要背别人的担子 还是要背自己的担子 那个当然也是需要解释了 但是那个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啊 你读一段经文 你要读它的流程啊 不是要读出哪 这个字里面 每一个字 应该怎么解释 每一个字应该怎么解释 那是很重要的 问题就是 这段经文的流程啊 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你要搞清楚的 六十年来 我没有发现有任何的进步啊 那为什么法院教会不喜欢解经 解经不照圣经的流程来解了 我想了好久 后来我想呢 其中一个理由是这样啊 可能理由很多了 不过我想其中一个理由是这样 为什么法院教会呢 不喜欢照圣经的流程啊 这个上下文来解释 我举个例子啊 任语献问的里面有这样的一句 这个孔子说 君子善达 小人下达 这句话 没有流程的 没有上下文的 任语的里面 绝大部分的这个孔子讲的话呢 是没有上下文的啊 就一句的 所以你读的时候呢 我们小的时候 曹坤的时候呢 我就是这样背的啊 孙中山的时候呢 我是他的同学 他考第一 我考第三 他为什么考第一 因为他背的比较好 我背的比较不好 所以呢 孔子善达 小人下达 你说这句话怎么解释 没有上下文的 你不能从他的上文 来解释什么叫上达 不能从他的下文 解释什么叫下达 所以你只能呢 用别的文章呢 来解释什么叫上达 什么叫下达 所以呢 六十年来我看 教会里面 查经的时候的解经 肯读圣经的人 他的解释不是 因为这个流程 解释进步啊 乃是他比较熟悉 其他的经文 所以呢 他的解释呢 就是从 《创世纪》到《启示录》的里面 找经文来支持他的想法 这个想法呢 是中国人 读论语出来 我自己认为啊 没有上下文的结果 所以呢 解释不能靠上下文 从前后文的关系的里面 来解释 什么叫上达 什么叫下达 所以你不能呢 从上下文来解释 为什么他突然讲说呢 不要自欺 而且呢 夸口是指在自己 不在别人是怎么样 跟这个整段的经文 有一个配合的 所以呢 中国人读圣经呢 喜欢用圣经 每一句话 单独的来解释 不善于用上下文 前后来解读 喜欢找别的经文 来解释 自己不明白的经文 所以教会 喜欢背经句 不善于解释经文 所以 所以呢 这个思路没有圣经化 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 好 那么骂人的话 讲到这里啊 六十年没有改变啊 我也只能这样讲 不是因为我自己搞清楚的 乃是我去英国的时候呢 我到一个英国人的教会 这个教会的讲道 这个讲员叫John Stott 如果你现在去找他的查经书 来读清楚之后呢 你会读通一些事情的 他讲到呢 二十五分钟的 他没有杂话的 他不会讲好像我这样 这个 讲别的事情的 他讲的就是二十五分钟 二十分钟解释一段的经文 五分钟讲这个经文的应用 哎哟 你听了之后呢 慢慢的 我听了之后慢慢的 就对解经呢 有个理解了 读圣经 思想呢 是要圣经化的 是这个想法 好 那么 我们回到这个两段 不能 不容易解的经文 不要自欺 神是轻慢不得的 这段经文应该怎么解 因为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是什么 顺着肉体杀种的 要从肉体受败坏 顺着圣灵杀种的 要从圣灵收永生 我们行事行善 不可非心 这个合合本的这个翻译叫 不可上智啊 那我们的讨论呢 就在什么叫上智啊 不是讨论这个经文呢 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 好 那么 这段经文 那上面那一段呢 我就没有时间解释了 我们只能这个 我们只能解释 找一段 我就找这段 比较容易解释的 来 这个 这个 Illustrate 我自己认为呢 这段经文是 帮助我们如何推动自己去行善 如何 勉励自己去行善的 是 用这段经文来 讲 上面讲那个 人要警察自己 所夸口的不在 别人乃在自己 那段 这个太复杂了 没办法讨论啊 好 那所以呢 法罗的意思是说呢 行善的时候 要记住 自己的行动呢 会带来永恒的结果的 这个是他的意思 他说呢 你要行善 五件事情 行善的五个例子 你行善的时候呢 如果你能够记住 你所做的事情 有永恒的后果的 那这个呢 比较容易推动你自己去行善 如果你以为呢 所做的事情是无所谓的 今天做了 明天就没有了 那就无所谓了 今天讲的话 明天就 人家就忘掉了 那就没关系了 如果你能够常常提醒自己说 每个人的行动 会带来 永恒的结果的 有永恒结果的 那这个就 比较容易提醒你要去行善了 所以呢 他说啊 我们要行事 顺着圣灵的感动来行事 不然的话呢 如果我们不照着 圣灵的感动来行事 我们顺着肉体的 这个情欲的驱动来行事呢 那可能呢 这个后果是 蛮严重的哦 他说呢 如果我们照着圣灵的感动来行事 那这个后果呢 就是收永生 意思说在永恒的里面呢 有好的结果 如果我们是 如果我们是 靠着肉体的驱动来行事呢 那这个呢 就是败坏 收的结果就是败坏 那你说没关系啊 这个做了就做了 这个有什么关系了 保罗说不是的 他说每一件事情 如果你所做的是 顺着圣灵的感动来做 那你也可以说他在定义行善了 行善是要靠着 顺着圣灵的感动来做 那么你所做的事情 就可以在永恒的里面呢 有建立一个好的基础了 如果你是顺着肉体的 情欲的推动来做的呢 那这个结果呢 就是败坏 保罗的意思说我们要 这样来监督我们自己做事情啊 当然他后来呢 也讲说呢 行善不可非心 而且呢 要常常怀着盼望 这个我留到这个结论的时候 再来讨论这个事情 好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应用了 他说呢 我们要提醒自己 每一个行动有两个选择 最少有两个选择了 顺着圣灵还是顺着肉体 他说你的选择就是 要不就顺着圣灵的感动 要不就顺着肉体的这个驱动 行善的拦阻呢 是顺着肉体 而且呢容易灰心 那你就不行善了 如果你能够避免这个拦阻 不要顺着肉体来行善 也不要灰心呢 那你就比较容易行善了 他是这个意思 那他说呢 顺着肉体呢 就等于单顾自己的事情 顺着圣灵呢 就是行善了 就是关顾别人 他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好 所以他说 我们做事情应该问自己说 我是否在顺从肉体 单顾自己的事 还是我做事情是顺从圣灵 去行善 关顾别人 如果我们解经是这样解呢 慢慢我们的思想呢 就会照这个流程来想了 是这个想法 好 那问题了 如何向众人行善 那我这个前面讲过这个 这个解经之后呢 我就走到应用了 这个时钟呢 这个走得很快啊 例子 那说今天行善 你要怎么行善啊 你这个 在这个美国这种的社会的里面 行善这个 实际的例子呢 可能是很有限的 你如何向你非基督徒的朋友来行善呢 这个是我举的一个例子 我先讲说呢 基督徒应该行善 你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 要顾别人的事情 那我想呢 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啊 刚才我们讲说呢 这个 让全世界知道 那很多人可能知道你是基督徒的 他喜欢来跟你说话 他说呢 一有机会就要向众人行善了 那个机会在哪里啊 如果你的同事向你诉苦 这个是我想呢 这个很多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 都会碰到的事情 如果你的同事向你诉苦 那你就是行善的机会了 这个是我的意思 你就要顺着圣灵来行善了 如果他向你诉苦 你不是顺着圣灵的感动 借这个机会向他行善呢 那你就是失去机会了 如果他向你讲话 向你诉苦 那你就可以抓住这个机会 顺着圣灵的感动 向他行善了 这个是我觉得第一个例子 像非基督徒应该这样行善 好 你可以跟他讲说呢 这个是我上次在这里讲到的时候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你大概不记得的了 没关系 我上次讲说呢 这个精神科学啊 这个的研究数据告诉我们说 在压力以下 能够保持 还有好的精神健康呢 有四个条件 有几个条件 然后我说呢 这个现在的这个精神科学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在压力底下 压力底下是每个人都有的啊 如何在压力底下 能够坚持有好的精神健康呢 有四个条件 他说 四个条件是什么啦 第一个条件 找到人生的意义 第二个条件 有自控的能力 第三个条件 有盼望 第三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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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下面 释放出来 找到快乐 现在不是这个想法了 现在呢 这个精神健康的想法是说呢 如果人要有这个快乐 他需要有四个这样的条件 其实你看这个联合国 每年都有一个快乐报告的 他说这个世界 这个 他每年都有一个调查呢 是这个世界这个快乐的 那他现在讨论这种快乐呢 他不是从这个分析学啊 这个条件 反射这种 简单的角度来讨论的 他是从意义的角度来讨论的 实际呢 就是非基督徒的话呢 也开始接受说呢 这个人生是需要有 有些特殊的条件呢 才能够快乐的 不是单单的 这个很简单 有一有十就能够快乐的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 你可以跟你的朋友这样讲 你不需要传教的 你不需要呢 我认为了 我认为你不需要呢 这个 这个 造四个定律啊 这种的 强硬的方法来跟他 传福音的 你就跟他这样讲 你说呢 是啊 你现在这个 情况呢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 这个 工作上面的困难 家庭里面的困难 这个父母给你的压力 最近我不是看一个报告说 这个有一个浙江大学的博士生啊 10月10号的那一天 不是跟这个 国民党这个国庆有关系啊 10月10号那一天呢 他发了一个 你们知道10月10号是国民党的国庆吗 大概你们不知道的啊 你们不是曹坤时代长大的啊 好 那么这个 10月10号的时候呢 他发了一个 一个 一条信息啊 他告诉这个 他的同学圈子的里面 他说他活得很累了 他说他这个 活下去呢 觉得呢 不合适这个世界啊 他觉得很对不起他的母亲 他希望来生 投胎的时候呢 不要再做别人的这个 母亲的儿子啊 结果就不见了 找了四天 在这个浅塘江里面 找到他的身体 你们看到这个消息啊 你们不看新闻的啊 没关系 好 那么 这个事情呢 在网上好像有些讨论的啊 那么所以呢 这个 人呢 是有 需要有 需要有条件的啊 这个 生活 找到人生的意义 有四个条件 第一个 是 有意义 第二个 是有自控的能力 意思说呢 你不是呢 这个 这个 喜欢睡到下午五点 就睡到下午五点 喜欢打手机 又打手机 这样的 需要有自控能力的啊 第三个 需要对人生有盼望的 第四个 是 旁边 有扶持的群体的 你可以跟他这样讲啊 你说呢 这个是 最近这个 精神健康的 研究的报告 那你可以问他说 你可以 不需要再讨论下去 你可以说 你认为怎么样呢 你可以跟他这样讨论啊 你说呢 有人跟你这样讲之后 你不需要跟他这样讲 你跟他讲说呢 我是基督徒 我相信呢 只有相信耶稣基督呢 才是答案的 你也可以这样讲 我也没有意见 但是我觉得你这样讲的话呢 这个说服力就比较低 对他的帮助 对他能够有行善的结果的 这个可能性就比较低了 我认为呢 你跟他从客观的条件来讨论 就比较容易 你跟他讲说呢 现在精神科学 对人生压力之下 要维持自己 保持自己好的精神健康 有四个条件的 第一个是 有人生的意义 第二个是有自控的能力 第三个是对人生有盼望 第四个是旁边有扶持的群体 这个是研究的报告 你认为 对吗 你可以这样讨论 讨论之后没结果 那没关系 讨论之后有结果 可能你就可以进一步 跟他讨论信仰的事情了 从讨论的里面 带出这个信仰来 这是我的建议 上次我讲完之后 有人问我 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怎么具体去跟别人讲 我回去想了一想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如果有人跟你诉苦 你可以这样讲 我记得有一次 很多年前我去这个 去中国这个 短讯的时候呢 就有个人这样来问我 他说呢 我们不讲信仰了 礼拜天 你们在美国喜欢做些什么 当时我被他一问 我这个论住了 我就没有 我说我去教会 这种 但是呢 这个如果我准备好了之后呢 我可以跟他讲 讲比较好的一个对话 我可以跟他讲说呢 礼拜天一般都是 我们在压力之下 得释放的时候 一般呢 如果我当时知道 这四个答案的话呢 那我就可以从这个角度 来跟他讨论了 好 那我盼望呢 我们常常准备好啊 当人家向我们述苦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 来跟他讨论 做好事啊 这个基督徒行善 一个最 基本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那基督徒呢 如何向基督徒行善 教会里如何彼此分担重担呢 这个是一个问题喔 前天我去一个 礼拜五晚上我去一个 这个 团契 一个附近的一个团契 讲 做一个讲座 讲座之后呢 就有人这样问我 他说呢 他说呢 我这个 我这个 很多这个 学习有这个压力跟 抑郁跟焦虑啊 我到这个 团契来 我到这个教会来 已经有两年了 他说呢 我并不觉得我得到很多的帮助 那我听了之后 我心里面是蛮难过的 我觉得呢 这个为什么 有人 想要在教会的里面来找答案 却找不到呢 好 那教会里面如何彼此分担重担 这个是我下面 他说呢 这个 保罗不是讲说呢 你们有重担 要彼此分担 这个是 他讲的五个例子的里面的一个例子啊 怎么样分担重担啊 那么 他讲说呢 他下面讲说 也有人很多人问这个问题了 他自己的担子 个人要背自己的担子 但是重担就要分担 那是什么意思了 因为呢 他讲的用的词呢 是不一样的 我查了一下圣经啊 这个自己的背包啊 叫fotion fotion就是我们自己的portion 现在我们的一份 我们自己的背包呢 我们是需要承担的 可是呢 如果是重担 barrel 他这个字叫barrel 这个希腊文的字呢 是重担的意思呢 就需要分担了 意思说他 简单这样讲 重担应该分担 自己的背包呢 应该自己承担 那圣经呢是这样讲的啊 圣经讲说呢 神背负我们的重担啊 耶稣讲说 凡老苦但重担的人 这个字哦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叫你们得安息 你们要把一切忧虑的重担 谢给神 因为他顾念你们 那你说啊 我们基督徒 那天问我的人就说 很多人就跟说 那你就把重担交给神嘛 这个就 不是向众人行善的 最好的 当然也是一个答案 不过呢 我想那个不是最好的答案 神 神确实是 背我们的重担 但是不只是这样的啊 因为神也经常啊 用人来担当我们的重担啊 保罗自己讲嘛 哥林多后书 但那安慰灰心之人的神 接着提多来安慰我们 接着提多来分担我们的重担啊 神经常很多时候呢 是用别人来背我们的重担的 我们要行善嘛 我们要彼此分担这个重担 那如何分担重担啊 我觉得分担重担呢 先从这个分享开始啊 教会需要有分享的 分担重担的担阻呢 是因为没有分享 那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分享呢 因为怕被批评嘛 你分享了之后人家就骂你了 就说你没有信心了 所以呢 那天那天还有一个人问我 他说呢 他去教会跟这个 跟团庆里面牧师 长老们讲说他自己重担很重 有人就跟他讲说 那你应该去看这个辅导啊 那是很好的事情啦 看辅导当然是很好的事情 问题就是呢 教会需要分担重担的啊 教会如果单单是把重担 都交给这个辅导呢 可能 可能不行了 所以呢 惧怕 分享 不能分享 因为分享之后 别人给你的答案 不是你想要的答案 还是给你的答案 是批评你的答案呢 那就不好了 是责怪的答案 那就不好了 还是呢 很简单的意见呢 那就不好了 那所以呢 我相信呢 这个 要彼此分担这个担词啊 是应该呢 是应该呢 从分享来开始的 如果 我们 惧怕分享 因为怕 分享了之后 事情被传开等等之后呢 那就是拦阻了 那就是 那就是 不好了 圣经里面这样讲啊 爱里没有惧怕 完满的爱 完全的爱 合本的翻译 完满的爱 把惧怕 驱逐出去啊 因为 惧怕里 含有 惩罚 惧怕的人 在爱里 尚未得到完满 惧怕里 含有 含有 惧怕里 含有 惩罚就是 惧怕里 含有 批评 含有 责备 含有 不接纳嘛 为什么惧怕呢 不敢分享呢 就是因为 惧怕带来批评 惧怕带来责怪 惧怕带来说你没有信心等等 所以惧怕的人呢 没有办法在爱里 得到这个完满 保罗讲说呢 彼此分担中担 就可以完成律法了 就是 在爱里得到完满 所以我们需要有 分享 分享需要 除去惧怕 分享也需要有一个习惯的 我觉得 分享需要有习惯 才能够把重担说出来 所以要分享重担 需要分享 需要分享也需要聆听 所以三个条件 第一个是 分享 没有惧怕 第二个条件 分享 能够有这个习惯 第三个 分享 需要有对方的聆听 需要接受的 所以团庆呢 需要制造机会 让大家可以 除去惧怕 学习 分享 的习惯 培养分享的习惯 也学习如何去聆听别人 这个是我认为 需要的 那不是呢 教会 教会 所有的人都需要去学辅导 我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我相信呢 教会 应该去学习 分享 应该去学习 聆听 这个是每一个人 应该做的事情 好 所以 扶持 就需要分享了 扶持 也需要聆听 你要去跟别人 分担 重担 需要有分享 分享 分享 需要没有惧怕 分享 也需要聆听 分享是把心里的感觉 情绪 变成话语说出来 你要分享是怎么分享 把你心里惧怕的感觉 跟情绪 变成话语说出来 所以分享是心灵得医治的第一步 能分享就得医治的第一步了 聆听是关怀跟陪伴 能聆听是叫分享的人心灵得医治 学习分享与接纳可以胜过去吧 这个我想应该是很简单的这个顺序 没有时间详细讲了 陪伴不是教导啊 我们教会喜欢教导 那这个是 那这个是 我在这里讲到的一个不好的例子 意思说呢 你听了我讲道 你就觉得所有的人 都应该教导别人 我没有这个意思 讲道归讲道 教导归教导 陪伴归陪伴不一样的 教会需要教导 但是更需要 陪伴与关怀呀 陪伴就是接纳 陪伴是站在接纳 跟陪伴是站在对方人的旁边 同一边 你讲清楚啊 你站在他旁边 不是站在他对面 不是对立 教导是对立 我跟你 对立 现在是不是啊 你对着我对着你啊 这个叫对立 不是陪伴你 教导不是陪伴我 教导是对立 你接纳不是同意 是理解是陪伴 所以接纳呢 不一定你同意他的说法 你可以完全不同意他的讲法 但是你是理解跟陪伴 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聆听接纳陪伴不是交导 也不是建议 因为背负重担的人需要陪伴 不是需要教导跟建议 你去跟他同负重担啊 不是去教导他 不是去建议他 不是如何去背得更好 不是去走得更好 不是这个 你是跟他接纳 去接他的重担过来 这个是我的意思 是理解跟接纳 我没有时间讨论这个事情了 耶稣在科西玛尼园 你想耶稣在科西玛尼园 我们每次读耶稣讲 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呢 你可能有不一样的理解 可是呢 你详细读一下的时候 他跟门徒说 你们在这里等 我去那边祷告 然后他带了三个门徒 他也不是所有的门徒都带去 他带了三个清静的门徒 所以分享也有选择的了 带了三个门徒 带过去的时候呢 他就难过起来啊 忧愁起来极其难过 对他们说 我心里非常忧伤 几乎要死 你们留在这里和我一同警醒 你想耶稣这个是分享 为什么耶稣要分享 为什么耶稣要跟门徒讲说 我心里非常忧伤 几乎要死呢 他可以不讲的 他可以不讲的 他可以像岳飞啊 闻天祥这种啊 他可以不讲的 为什么他要跟三个门徒讲说 我心里非常忧伤 极其难过 这个是分享 而且他还叫这个门徒 让这个门徒把它记下来 写下来给我们知道 然后他叫他陪伴他 你们在这里与我一同警醒 你想啊 这个是耶稣的要求啊 然后他向天父祷告了 他向天父祷告说 如果可以把这个杯挪去 这个是分享 耶稣明明知道 父给他的杯呢 是不能挪去的 可是他还是向神来分享 你想过这个事情吗 为什么耶稣知道 神不能拿去这个杯 一定要他钉实际下 可是他还是向神讲说 父啊如果可行 把这个杯挪去呢 三次啊 他不是一次啊 三次啊 然后他回到这个门徒的时候呢 他向他们说啊 你们不能同我警醒骗食吗 他为什么需要门徒警醒骗食了 他为什么三次要求门徒 跟他警醒骗食 你想过这个事情吗 我们也详细时间讨论这种事情了 耶稣也需要分享 为什么耶稣要向门徒分享 他心里极度的痛苦 也让圣经记载他的痛苦跟挣扎呢 他说他的汗啊 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啊 为什么耶稣要求门徒 以他一同警醒一个小时呢 三次啊 他回来跟他们讲说 你们不能跟我警醒一小时吗 为什么门徒要把这样的事情记载下来 你想过吗 这个是教会需要分享 教会需要陪伴 教会需要的不是 就是我们如果今天他到我们教会来 耶稣到我们教会来跟我们分享 我们跟他讲 我们可能跟他讲说 你怎么没有信心了 你看岳飞啊 我们中国有个岳飞 他松荣就义啊 去被砍头的时候 这个脸上带着笑容啊 大步向前走 哪里有痛苦 忧伤几乎要死 从来没有的 你不如我们中国的岳飞吗 我们会跟他这样讲的 我想我们会跟他这样讲 那你就想别的事情嘛 你就唱歌嘛 你就唱赞美诗吧 你会不会给他意见 耶稣不需要你这些 耶稣要的是你的陪伴 与分享 与你的聆听啊 好 那我建议呢 我们教会里面呢 应该操练彼此分享啊 每个人用几分钟说 过去一周的事情 分享自己的事情 不是分享别人的事情 我记得以前我在教会 鼓励大家分享的时候 有个人就说啊 这个这个礼拜呢 我隔壁邻居的猫啊 病得很厉害 请大家为他的猫祷告 这个是 我不是要你分享 别人猫的事情 我是要你分享你自己的事情啊 我们分享的是自己的事情 比别人的事情啊 不是说你我丈夫啊 他这个重担很厉害 那当然也可以分享啊 不过呢 分享你自己的事情 不是别人的事情啊 好 最近一周的事情 不是国父时代的事情 不是文 不是这个曹坤时代的事情啊 不是几十年前的事情 是过去一周的事情 如果我们每一周能够有这样 你说一周不行啊 一个月吧 每个月有一次呢 大家有这样的分享是好的 每个人讲一讲 过去自己一周里面发生的事情 三分钟不要太长啊 是自己的感受 不是借机会控诉别人 很多人呢 就借机会说啊 我 我丈夫不听我讲话啊 他 每次就是骂我这种 那就不好了啊 我们呢 分享自己的感受 不是借机会去控诉别人 一个人在分享的时候呢 其他的主员就听 不要给意见啊 不要告诉他呢 你要这样做那样做 分享后不讨论 不教导 不给意见 不讲道 然后呢 为旁 每个人为旁边的任何人祷告 然后结束 这个是我的建议 找一个机会 每一个主员讲一讲 过去一周发生的事情 你说我不讲 没有讲 那就没关系啊 讲了之后呢 大家不发表意见 不讨论 不告诉他说呢 这个 特朗普会怎么讲法 这种不要讲这种事情 不教导 不给意见 然后呢 每个人为你旁边的人 要不去左边的人 要不去右边的人祷告 然后结束 这是我的建议 所谓扶持不是教导 教导是与非心的人对立争辩啊 岳伯记里面讲 你看啊 这个 你不要以为你的意见很高明啊 你一定要给别人的意见 其实我在这里讲到 心里也有点这个难过的 你看岳伯怎么讲 但我也跟你一样有聪明啊 跟你们是一样的 你所讲的这些事 谁不知道呢 岳伯讲说啊 这样的话我听了很多啊 你们都是死人仇烦的安慰者啊 他说我也能讲你们这样的话 那样的话 你们若处在我的情况 我也可以用同样的话 做成同样的话 给你们的答案 所以呢 建议与教导有反弹 不好的 有反效果 你讲的尽管是真理 没用的了 分享不是要给建议 分享是要聆听 分享是要接纳 你不同意没关系的 你不同意岳伯讲的话 没关系的 你就听就可以了 好 灰心意欲的人需要聆听扶持 聆听扶持 站在灰心者的旁边啊 岳伯讲 灰心的人 神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 因为他将离弃敬畏全能者的心 一个灰心的人要离弃神的时候 你给他的不是建议啊 你给他的是慈爱 来对待他 你给他不是责备 你给他是慈爱 我盼盼大家记住这个话 我的朋友啊 可怜我可怜我 神的手攻击我 你们为什么仿佛像神一样来逼迫我呢 你给他意见 岳伯的那三个朋友讲的话 都是对的 都是真理啊 到后来的时候呢 他们开始这个 列造事实那就不一样 开始的时候呢 他们讲的话 都是很合圣经话语的 但是 岳伯需要的不是朋友给他的教导 他说呢 神给我教导 神跟我对立啊 我要的不是你站在神的一边跟我对立 我要你的 站在我的旁边 跟我一起 你听懂他的意思吗 他说可怜我可怜我 神在攻击我啊 神在跟我对立啊 你们为什么也站在神的旁边 神已经很伟大了 你还要你帮助他吗 你就站到我的一边 不是站到神的一边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哦 这个岳伯的话是很有道理的 你们要细心听我的语言啊 这就是你们的安慰了 你们能听我的话 这个就是安慰了 我没时间讲了 那么你说那 那你单听了不讲可以吗 那你一定要讲的话呢 我给你六个意见 你可以每次跟一个人 你说你的朋友 你的非YouTube朋友 还是YouTube朋友 跟你讨论 跟你讲他心里面的痛苦的时候呢 你可以跟他讨论 你一定要跟他讨论 也可以跟他讨论 我建议你问他几个问题 第一个最近情况如何 你可以这样问 一定可以这样问的 所有的人都可以这样问的 最近你情况如何 你的情绪低落 已经造成什么的困难与问题 你可以这样讲的啊 你的你很难过 那这个难过本身可以造成问题的 他已经造成了什么问题 他不讲就没问题啊 没关系啊 但是呢 你不要给他教导嘛 就问他 第三个问题 你认为 情绪低落的原因在哪里 你可以问的啊 你这个情况下去 发展下去会怎么样呢 你可以问的哦 你说你需要学辅导吗 这个是基本的道理啊 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我们如何来帮助你啊 你认为这是一个 这是一种病吗 你这种的情况 你觉得这是一个病吗 还是如果不是的话 那是什么呢 如果是病的话 那应该怎么处理 如果不是的话 又应该怎么处理 你可以跟他讨论啊 讨论呢 是聆听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不是教导啊 聆听是讨论啊 聆听是陪伴 聆听是接纳 聆听不是教导 所以讨讨论呢 你有六七个问题可以问的 有活不下去的感觉吗 跟想法吗 你可以问的啊 我觉得这些事情是 都是可以讨论的 最近情况如何 这样低落已经造成什么的困难和问题 你认为情绪低落的理由在哪里 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会怎么样 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我们如何可以来帮助你 你认为这是一个病吗 如果是又怎么解决 不是又怎么解决 有活不消去 消极活不消去的想法吗 好 结论了 不要灰心 帮助人的确是容易灰心的哦 我一个礼拜前去这个 Lexington的这个图书馆 借了一个中文电影 叫《鸿门夜》 我记得呢 这个曹坤时代的时候呢 我看过这个故事 但是已经忘掉了 我说 《鸿门夜》好像很熟耶 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还在电影 电影租回来看 原来呢 他是讲这个刘邦跟这个 项羽这个斗争的事情啊 那刘邦呢 是靠了三个朋友的帮助才成功的 本来他被这个 这个楚霸王呢 打的这个根本就 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的了 他有三个很 很好的朋友 一个叫韩信 一个叫萧和 一个叫张良 你们都懂了 这三个人呢 帮助他 可是他成功之后 就把这三个人都杀掉了 我记得以前呢 读的时候好像没有杀掉张良 但是呢 这个电影说他杀掉 那个是 那是 那是这个中国 最近把这个 中国历史 都去中国化吗 还是怎么解释 但是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呢 这个 无论怎么样了 你看的时候 这个心寒的 你觉得呢 这些人 这个 这么大的付出 帮他打下这个天下之后 一打下来就把他 把他们都杀掉了 你要帮助人 不容易的 我记得2016年 我在这里讲道的时候 提过这一个电影 这个是一些秀女呢 在这个 德国人纳粹党之下 帮助一些 这个 一些人啊 这个秀女呢 后来人家去访问她 问她说那你 当时怎么坚持下来 她说 Faith is 24 hours of doubt One minute of hope 她说为什么能坚持下来 不是我每一天 信心都这个爆灯啊 信心都爆棚啊 信心都很充足的 她说 我的信心非常软弱 我的信心是 24小时是怀疑啊 只有一分钟是有盼望的 我才能够坚持下来 我自己的经验是 彼此扶持的路程啊 是24小时的灰心 十分钟的盼望 所以我盼望呢 我们行善不要灰心 到了失当的时候 就有收成 好 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徐长老给我们的这个正道 也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不灰心 然后能够在教会 在小组当中 我们能够彼此扶持 一起来走我们人生的道路 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 我们有一个盛餐的举行 你需要规则 我需要订阅 你需要俯仙 你能够起来 你需要俯仙